22日,国民党2020参选人韩国瑜为台北立法机构委员候选人林玉芳站台造势 他致辞实表示,如果蔡英文连任成功赢得选举,靠的不是成绩,而是卑鄙 先收买90%的媒体,再建立网军,不停抹黑 据台湾联合报道媒体22日报道,韩国瑜表示 如果一个党派平常不认真,一到选举就大撒钱,搞抹黑,收买媒体和偷偷建立网军 用这种邪门歪道的手段上台,这样赢得选举,不是靠最重要的成绩,而是靠卑鄙 韩国瑜痛批,民进党外事交往走不出去,海峡两岸动荡不安,台湾经济萧条衰退 因为交不出成绩单,民进党想要连任,继续掌权,继续贪污,吃香喝辣 所以采取抹黑对手的方式,首先就是收买媒体,先收买90%的媒体 建立网军,在网络上不停攻击抹黑,然后再撒钱,用台湾下一代的钱,纳税人的钱 韩国瑜称,民进党不停抹黑他,十个电视台有九个台在骂他 他直言,电视民嘴男的穿得衣冠楚楚,女的穿得漂漂亮亮 结果一开口都是韩国瑜这里不好,那里不好 这些人却不去监督民进党 韩国瑜说,杨慧如的网军把外事官员杀了,媒体都不敢批评 却只会说韩国瑜不好,老婆不好,岳父不好,小舅子不好 我有这么多不好,到底是谁在执政 值得一提的是,韩国瑜现场再次提到 如果自己当选,第一件事就是要恢复特征组,严办贪污 上月18日,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首场电视证件会上 韩国瑜、蔡英文与宋楚瑜三位候选人正面交锋 当时,韩国瑜便提出要重设特征组,打击贪污舞弊 有岛内网友发文称,他观察到 蔡英文听到韩国瑜要设立特征组,脸色大变,甚至谈话开始结巴 贴文一出,便吸引数千网友点赞 特征组,全称台湾地区最高法院检察署特别侦察组 专责侦办台湾地区领导人、副领导人及五院院长、立法机构委员等党政高层贪污或重大经济舞弊案 在蔡英文当局上台半年多后被废止 自蔡英文上台以来,拒不承认九二共识 在去中国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蔡当局推出的年金改革,新南向广被诟病 撕烟案等腐败案,引导内痛治 对于蔡英文要求再给我四年,台湾会非常不一样 有台网友留言喊话,再给炸菜集团四年,台湾人民就完了